这个是我们二月份定制的番茄 无土栽培的 已经刮馆了 看一下 这个这个刮了两岁馆了 个头比较小 是拥有这个品种 这种水果番茄品种那个个头都小 单果种平均也就是八十克 这二月份总定制了是四十克 实际上这一批番茄是生长是很不容易的 有点被骗了 被骗是因为啥 当时是配置这个无土栽培这个 集资的时候 买的有机肥 厂家说是发酵过的 但是用了以后 没有发酵 种下去有半个月了以后感觉不发渴 然后拔下来以后看到没心根 我拿了个一锡这一侧 一锡只达到将近快三了 最高不能超过二 到三了你想想 所以这批番茄还是很顽强 很坚强能坚持到现在还能接管了 确实不容易 如果你不相信的话 你看这是这四十克就是出问题了 你看这边的番茄 这是第二批的 第二批和第一批 像插搁的时间 是将近二十天 你看 虽然往中二十天晚再二十天 你看这番茄长势 和这番茄长势不一样吧 就是当时用了这个有机肥出问题了 所以说啊 一定要严厉打击那些 假农资假农药假哈肥 不然的话 有可能把农业真给害惨了 不过还好啊 总算是挂果了 采取了一些措施 一碎果是单枪匹马 二碎果是两灯眼 到三岁一会 四碎果的时候 那时候就正常的留四个就行了 啊